10月25日消息 小米14系列手机今日开启屏幕预热 该手机将于10月26日晚7点正式发布 预热文案 这一次小尺寸屏幕迎来重大跨越 更清晰、更流畅、更高亮度、更护影 在小尺寸上跨越极限 追求最完美的一块直屏 10月26日晚7点 满屏实力 小米14轻力呈现 预热海报显示 小米14标准版机型将采用1.5K分辨率 加加460PPI显示屏 支持1-120Hz到头刷新率 采用全新高能效发光材质C8 支持全程DC掉光并获得TV来因三重认证 据介绍 这块屏幕由小米和TCL华星联合研发 具有3000内的超高屏幕亮度 以及超大可视角度 功耗相比上代降低17% 在此前的预热中可以得知 小米14标准版机型屏幕尺寸为6.36英寸 配备超窄边直屏 边框采用经典立边设计 举行相机模组采用巴黎式定纹理装饰 此外 小米14系列还将首发搭载澎湃OS 以及光影猎人传感器 后者采用1除以1.31英寸超大低尺寸 具有1.2微米单颗像素 2.4微米融合大像素 搭载莱卡光学Sumulux镜头 全系搭载75毫米浮动长焦 在今日凌晨举行的2023骁龙峰会上 卢伟宾宣布小米14系列手机将全球首发骁龙8 Gen3 骁龙8 Gen3性能比前代产品提高了30% 能效提高20% 它还提供了25%的GPU性能提升和25%的能效提升 而Adreno 750GPU还支持硬件光线追踪和240FPS游戏 感谢观看